同學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魔術師 比如說他今天給你抽一張牌之後 今天他把你來找出完 看過這種魔術 那我今天就一樣 第一段魔術呢 我就有這種比較常見的魔術 首先呢當然 我身上準備復刻版 麻煩幫我把牌打開 然後幫我檢查一下 這個牌除了他比較少之外 還有什麼比較特別的地方 應該每一張牌都不一樣 對吧對吧 那背面是不是每一張都一樣 對吧 如果不一樣那也蠻奇怪的 好 接著呢 一樣 麻煩呢請你幫我抽一張牌 接著呢我準備了一支筆 在上面幫我做個記號 然後不要給我看到 做完記號之後呢 給台上的觀眾看 如果後面的觀眾看不到沒有關係 你可以大聲的唸出啊 我假裝聽不見 哈哈哈 好了嗎 好了嗎 好 那你現在拿著牌 請問你上面做好記號了嗎 柯文元 有 有 好 做好記號之後麻煩你對 把牌面對的觀眾輕輕的這樣搖 好 你會發現到一個很奇妙的變化 你有發現到什麼變化嗎 好 可能你還沒看船 我跟你講他的過水乾了 好 那現在的牌呢 我要過去了 好不要關掉了 不要關掉了 好 接著呢 等一下 隨便幫我放回這副牌裡面 來隨便幫我放回來 好 所以排一下這個位置沒有錯吧 這個位置沒有錯吧 好 接著呢 隨便做個切牌之後 好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通常魔術時呢 你所看到一般的魔術時 都用身體呢 哪個不會找 對 用身體哪個不會找 我如果不用慢 都放後面的同學聽得到 好 OK 來 都用手 都用手 好 那你有沒有聽過 比較特殊的方式 比較特殊的部位 身體的部位 你知道魔術師啊 當他練到一個境界之後 他的身體每一個部位 都可以找到牌 那我給你一點提示好 今天我要用的是 比較私密一點的位 對 對 比較私密一點的位 沒有沒有 那我再幫你掐一下 平常呢 他看不到 但是呢 有時候他會破線的 而且呢 好 再給你最後一個提示 這個對我的提示 他永遠是保持在一個濕潤的狀態 蛇頭 沒有錯 很好 就是蛇頭 好 就讓我來示範 如何用蛇頭來找 有沒有看 如果魔術是用蛇頭找牌 非常簡單 只要把牌碰到嘴巴裡 我蛇都會把牌挑出來 信不信 你不信 好 我就來示範給牌 你不能用蛇頭 我 你要不要 沒有 我 你不會 你不是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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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啊 看著找 等一下 打工人的反彈 洪 心 發 謝謝大家 我剛剛看你的表情呢 我就知道 我剛剛說上台的人都有精美小禮物 你願意嗎 好 我可以回過玩笑 好 其實呢 唉 我們呢 也是去年的 就是 淡江舉辦淡江打人 不是氣球打人 所以呢 應景 然後我送個氣球給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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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當然